謝謝天安 只要你有在吃東西你就會想到 但是不是每一個會長大的人 他都能夠長到成熟的地步 今天我們在這裡 藉著短短的時間 我們要從聖經得到勉勵的是 我們要長大 直到有一天我們成熟在祖的面前 所以中大成熟是一個很要緊 在今天那時新年主義 你在長大 但是你真的成熟了嗎 這裡有一個inmature inmature的意思是不成熟 那一天已經表達了四十歲了 五十歲了 五十歲了 六十歲了 才是個個性的孩子 做事情的孩子 喜歡的孩子 他們不成熟 有一個是mature 成熟的東西 OK 這裡有一句話 我請你來 可以讓我們一起去 我們家裡來 好嗎 Age is just a run the maturity 也有一個是mature 五十歲 原來是一個素子 但是 生性 那個是你每次 你每次都做一個選擇 你每一次做對的選擇 然后你慢慢慢慢引导你 达到成熟的地步 这个家 Munato Kapuji 他对成熟的人格有六样的定义 来 第一类 我们到底来打这个一类 来 自我外面世界的健康连结 我自己跟外面世界有一个健康性的连结 你长大了吗 你自己有没有能力跟外面的世界是一个健康性的连结 第二类类来 能温馨与他人分享感情需要与价值 这生世人也能很温馨的 过去招牌 他跟人的互动之间有一个很温馨的互动 一来把他自己的需要 把他自己的理想 把他自己的感情跟价值 能够在温馨的气氛下 与别人做分享 他在定义什么叫做maturity 来 第三 能控制情绪 能接受自我的挫折 而不反应过当 所以我这个家里说 反应过当 不成熟的人格 经常对大人和他这些问题 他反应过当 成熟的人格 他能够很适当的 控制自己的情绪 自己的情绪 他能控制得成好事 我们说 进队 客气 就是这个 有那个自我控制的能力 然后他能接受自己 人生有许多的挫折 人生不足意 多少 十之八九 在我们生活中 充满了挫折感 但是你假如是一个成熟的人格 你能够自我控制 你能够自我接受 对于所逗留的挫折 不会过分的 反应过度 第四 来一起来 能够在现实世界 以性处理的问题 而非自我 或防卫 不成熟的人 严严养在自己的看法 自己的生法 自己的贵品 或是过分的防卫机能 太重 这个加工 一个成熟的人格 你能够够在现实 真实的社会里面 真实的世界里面 在那个真实的世界 你不会 因为做的严重够够在 做什么 白日梦 想到够 想到够来说 暗时 你能够 你不看不 暗时是什么 暗时是什么 你不看不 那都是无形式的人格 的这个表现 活在现实世界里面 可以真理性处理的问题 不是 活在自我跟防卫机能 你说 来 一起来 来 能客观的看自己 知道自己的恰恰 最确的 而笑 客观的看自己 什么叫做客观的靠着 看自己 就是能够很清楚 知道自己有自己的 优点 也知道自己有自己的 缺点 然后也能尽情地 发挥 生命 受造生命的价值感 也优点 尽量把他保持出来 然后能够接受自己的反弱 所以把人们也在说 拉到一拜就一拜 笑笑 你知道你自己真的 所以你跟他说 就是 什么 迈述会 味道 扩张你的软弱 很真实 客观的看待自己 最好 第六 他说 按赞的 这个 客观子 他按赞的定义 这个成熟的能格 第六个来 能够做出自己 进入生命的价值 你记得年轻人们 只要在这里说 什么叫做成熟的能格 每一个人 你要有你自己的生命价值 你有自己的生命的目标 如果你的一心意 不用去管把人家说什么 你一心意就是carry out 把你的生命的价值 把它挖出来 那个是最要听 所以旁边的声音要听 但是不要受它干扰太大 重要的是你自己的发展 在自己的内心里面 这个这里来 我们到这里的感应 来 maturity when you stop making excuses time to start making changes 说真正的成熟 从哪里开始 请记 这用很久的借口 所以真的成熟的人 你就不会再说任何的借口 stop making excuses 请记 用所有的家靠 因为有了借口之后 你就不会进步了 开始寻求改变 当你开始不断在改变的时候 你就开始在趋向成熟的能力 Grow to maturity 所以爸爸妈妈 让我们有帮他们吃 他今天吃 吃饭吃饭 培育 目的是要走向成熟 刚才在那里有一个 在那里说什么叫做成熟 爸爸在那里说成熟不是开始 谈论大的事 而是从开始 明白许多小的事来讲 不是谈论大的事 而是开始 understanding 了解你身边许多的小事 了解你爸爸妈妈在想什么 你能够了解 你能够明白 你能够理解对方 你身边有许多的事情 你开始去理解他们 同理心 同理心的发挥 同理心的发挥 是成熟政革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长大Grow to maturity 我们在这里 到底来打一个信仰战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节 也是非常实用的 来 造型来 《罗马书十二章》 十四到十五节 来 要祝福迫害你的人 是的 所以说总要祝福 成为一个基督徒做一个基督徒 你不断对你身边的人 身边的人对你怎样 不断对你身边的人 有真正压缩 你身边的人说 白了 下给你 给你应受罪的英语 不管别人对你怎么样的挑剔 怎么样的侮辱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假如你是一个成熟的人 你能够超越 你能够不寻求报复 你能够不断的 用更高的价值感 更高的信仰 你 用良善来对待他们 如果我想 当我们说这个时 可能你已经三十四十五十六十月 再回过头来 请问在基督徒 你的生命成熟了吗 还是不管别人 怎么对待你 你就加倍的还给他 让他好看 让他从今以后 不敢对你 NO 这个叫信仰活人 假如你是一个成熟的人格 你的心胸不断不断要被 拉开 扩张 要祝福 不爱你的人 是的 要咒诅 要祝福 要咒诅 那是一种超越 一个成熟的人格 他不断的选择 超越 不以恶报恶 超越 因为你比他更成熟 更成熟的人 你的心胸要比他 比较贵 比较贵 一个是一个生熟的人 最最爱 为他对风 对风来想 退对风找理由 因为你较生熟 他较不生熟 你会退他找理由 你会退他想 你会退他 你会退他 那是坏心胸 今天我们今天的经文 我们今天很感谢 是清理主日所有在台上的人 包括今天选的诗歌都是 我认为你还有你的诗歌 直到我们基督教会的联群人一心一意在学习 Muricum 用母亲的话 我想这是四月的诗歌 OK 来 那现在我们来用华异道评来 大家表现大人嘛 华异用音了解 OK 来 他也是 自分自给 他也为 他指定有些人做使徒 有些人做仙子 有些人传徒民 有些人做牧师或教师 目的是要准备上帝的子民 为他工作 建立教育 这是基督的身体 最后 不要让他对上帝的儿子 有一次的信仰 含恶的事实 我们将长大成熟 达到基督那完整的境界 来 有所书四章十一节 这里请问他 这里的他是指谁 他是指谁 上帝 上帝 生命的招募主 祂赐恩 给 我们的那一位 他 就是这位上帝 他创造了人 他指定 每一个人的生命 你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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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每一个人的生命被造 每一个生命是创造在这个地球 有你的生命的跡筋 有你的生命的目标 有你的生命的意义 但是 你不是为人 你不是最大的 你的生命的跡筋 你要去跟别人拼凑 因为你这在上帝的国度来的里面 每一个人有他的特质 你的特质不可能独一存在 你只要跟别人创造成的连着 所以你要知道你自己的优点跟功能 只要去找别人 跟别人一起连接 注意这都在公司的成熟生命 如果这些个体的存在 在跟周边的人的存在有这个目的 那个国度就是 要准备商品每一个园 以前的Avrit 每一个人 他开始要为了最大的罪行 为了最大的罪行的最期限 第3天的基礎 基礎的报告 我们都在这里 这是我们基督的家 上帝的国度从这里开始 所以大家寻求 每一个人你来到这里 不是只是一个零售者 你要是一个零售者之外 你也要是一个参与者跟给予者 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肢体 每一个人来到这里 找你自己的合适 三个来领受奔用 三个来付出仓务 要去做基礎的生活就是这个教会 只要让我们对上帝的儿子有一定的情报 我们来长大成熟 所住的这家家 他在这里讲 对上帝就是在这里 从长大到成熟的地步 什么叫做成熟 我想 马拉杜亦 有没有一个丁一丁 一直往那里 直到我们 完成 像基督那样 请问我们能够像基督那样的生命吗 能不能 难啊 难啊 但是那个就是一个指标 人生就是要有一个方向 学习基督的教宗行 学习一个寂寞的展现 这个就是什么 所以经得基督教的寂寞 要以上帝为中心 因为生命从他来 来来 来来 这一样 我们才不赐予人在下的小孩 众人所缘造 巧妙的寂寂 随着各样的学习 飘来飘去 相反的 我们要以爱心 说诚实话 在各方面 向基督不断长进 他自从整个生命都依靠他 借着各样的结 经过互相配合 以此连结 这样 当各自一发的丰富时 圣灵就在爱中 渐渐长大 渐溢起来 所以在这个教育基督 在我们的生命有很多人 有很多风 有很多误 有很多学说 有很多 我们在这里跟你说 当公司 做一个成熟的人 以为 生熟的人以为 是旁边的影响太大 有很多人都听来听去 走来走去 七七种 但是真正的信用 真正的相对国在你的来心 真正的立体团的你 相对国的生熟 是在你自己的生活 不要抽离 你自己心灵的瓶颈 从里面去寻找 上帝给你的形象 然后放在你的环境 你的周边 感恩真正 在这里 核实基督的生命 发挥自己 连接他人 向基督来找成长 OK 现在再来看文阿鲁 他在一个知道 在一个定义 我们年轻人 在成长的过程 像这样的一个经文 已经给了我们一些 picture 来永福青年 我希望永福的青年 我们一起来追求 至少这五样的生命的特质 好吗 一起来 预备 来 我做自己的生命价值 二 容身一人 第三 做为对的人 第四 选择对的事 第五 做对的事 我做自己生命的价值 是没有人可以取代你的 你的生命的内涵 没有人可以取代你 爸爸妈妈 已经没有办法完全替你做什么 特别今天我们为18岁的 年轻人 我们 要送个礼物给他们 我们也已经去趴了河湾北风 有一些图我们星期五去照的像 我一直要拉过来 我不会拉 拉不进来 所以没有办法让我们看到 你只要能够背后 我让北风 当鞋子滑进去 他很高 怎么可能 我怎么可能 爬到那么高的山上 即使你在马路上看到最高最远的山 还不够远 当你爬到那一个地方 在马路上看到 还要再进去 怎么可能 那么高的山 饮怕什么 但是 但是 在团体的机翼之下 你就一步一步跟着脚步 跟着有经验的人的脚步 你就一股一股的人 你就抓到一股一股 各位 你的生命 不管别人怎么 告诉你说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你要设定你自己生命的一个方向 过来经历办会 来 各位 这个叫我主啊 兄弟三世 我这看了我都没关系 最关系的都没在这 这都 这都太偏缓了 这个都太偏缓了 我觉得 有很刺激的东西都没有出现 这个都看不到你 都看不到什么东西 这个都看不到你 都看不到什么东西 你整个最关系的 最轰的 那都要再看过 这个 这都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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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千四百二十二公尺高 我们又在那里守圣餐 我们又在那里做礼拜 守圣餐 每一个人在晚过的 都到那边去了 都到那边去了 OK 那有一些 18岁以下的 好了关掉了谢谢 我们说 你的一生有一个目的就是 多出你自己 然后荣神一人 荣耀上帝 然后 造福你身边的人 使人因你分配 我想这个是 荣耀上帝 荣耀上帝 后边那三个就是 你要做对的人 你要做对的人 跟那个 企业在那里找荣耀上帝 企业在那里想说 你要找对人 你的人生你要 托付 你要托付对人 所以基本上 荣耀上帝 去荣耀上帝 这位人 to be the Mr. Right Miss Right 以及 你要有能力 去做对的选择 to choose the right 将来你的生命 是什么样的事情 都根据你每天的选择 你每一次遇到事情 你的选择 这个累积 不一样的选择 遇到不一样的人 不一样的人 不一样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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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注意 你每一次的态度的选择 价值的选择 那些都在应用地 讲 讲这什么样的人 最后 要努力做对的事情 那是一种坚持 那是一种信仰的展现 希望 永不教会永远成为年轻人的依靠 因为这是 你的家 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们在上丁境前 一家都是人 我们祂来祈祷 我们生的祈祷 我阿姨祈祷感謝各自要三名 阿們